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调研毛岸英的真实影像 2022年10月22日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康美援朝 70周年纪念日 彼时金正恩带领朝鲜政军干部 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 他们对列整齐神情庄严 向烈士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金正恩还亲自上前 整理追到所用的花篮绸缎 声明写着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之后他们还特地参业了毛岸英之幕 并再次以金正恩的名义 送上花篮 花篮绸缎段上写着 献给毛岸英烈士的字样 这表达了金正恩对毛岸英的敬意 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为了争夺东亚地区的利益 一人决然插手朝鲜内部事务 并且派兵入侵朝鲜半岛 他们想打下整个朝鲜全境 并把朝鲜半岛当作一块 遏制中国的跳板 面对敌人如此嚣张的态势 毛主席一声令下 135万中国志愿军 踏上了朝鲜战争前线 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一人决然高举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旗帜 当时为了帮助朝鲜 打赢这场一决生死的战争 我国19万志愿军 牺牲在了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其中就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他们为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朝中密切的关系 不仅是因为地理上的靠近 更是因为中朝双方的互相奉献 战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凝结成一段深厚的革命友谊 让中朝两国的心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金正恩表示 当朝鲜面临生死攸关的 严重局面时 中国将士们用生命捍卫正义 用鲜血换来和平 朝鲜人民 唯有像中国这样可靠的兄弟 感到骄傲 他本人更是对毛岸英 这样的英雄 感到十分的惋惜和佩服 虽然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 但是在他牺牲之后 并没有被给予特殊的待遇 而是像普通的战士一样 静静地在烈士塔旁边休息 正是因为中国 有毛岸英这样纯粹的战士 中国才能够在朝鲜战争中 一弱胜强 取得重大胜利 因此每次在朝鲜战争 纪念日的时候 毛岸英都会被朝鲜干部 当作中国志愿军的 一个重要代表 朝鲜的解说员也多次强调 作为毛主席的儿子 毛岸英能够现身于 三千里山河外的大地 他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毛岸英的这种奉献精神 是朝中两国有益的结晶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千来 他妈的美帝国主义 就在我们的北边朝鲜 发动了战争 帮图把战火 收到我们刚刚诞生的新中国 我们应该怎么办 好 金正恩在毛岸英目前肃立默哀 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在烈士塔前 集体脱帽致敬 这座埋葬着毛岸英的志愿军烈士林园 修建于1957年 占地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 从大门到林园的内部 需要走上240个台阶 象征着参加抗美援朝的240万名中朝战士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 瘸洒战场 对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座林园的第三层 有134名志愿军安息 其中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的墓碑也在这里 当我们提到毛岸英 就会想到毛主席 但毛岸英在短短的28年生命中 和毛主席的见面次数并不多 但是他一直秉承着 他父亲的理想追随着父亲的脚步 1992年10月24日凌晨 毛主席的第一个孩子毛岸英出生了 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们 生活基调就是颠沛流离 毛岸英也不例外 那些年 毛主席为了革命事业全国奔走 他的妻子杨开会 带着孩子们辗转相随 1924年4月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毛主席决定前往相干边界组织秋收起义 没想到 他这一走 却和毛岸英19年未见 和自己的妻子杨开会 更是永远的诀别 期间 毛主席对毛岸英和家人的想念 也只能通过一封封家书传达 而正是这一封封家书 不仅让毛岸英感受到了沉甸甸的父爱 更指引了他人生的方向 直到1946年1月 毛岸英破编10年 终于从苏联回到祖国 毛主席带着商品亲自去机场迎接 毛主席望着自己的儿子激动的说 你都长得这么高了呀 毛岸英也紧紧抱住自己的父亲 不停的说 我多想你啊 1950年10月 经过毛主席锻炼改造的毛岸英 已经从一个白胖子 变成了一个黑铁塔 他也跟随自己的内心 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彼时朝鲜战争打得如火如土 毛主席也看透了美帝野心狼的诡计 就是想利用朝鲜给中国施压 于是毛主席说出了那句战略名言 打他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毛岸英作为毛主席的儿子 和自己的父亲彻夜长谈 说出了自己想要参军的心愿 当时主席身边多位共事的同事 都对这件事表示拒绝 因为毛主席已经为抗战 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期间主席身边的亲人 大多不是牺牲就是遗师 毛家已经为新中国做得够多了 可是毛主席却一语道破 就让安英去吧 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他不去谁去 如果我们置之不理 那国内外敌人就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 唇亡齿寒 朝鲜的同志们向我们请求援助 所以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毛岸英前往朝鲜战场之前 毛主席教导他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要吃苦在前 牺牲在前 毛岸英也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诲 在毛岸英踏入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后 被分配为志愿军司令部的秘书 另外还给当时的彭老总做着翻译的工作 1950年11月25日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 正在处理已经签发的战斗电报 突然 美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志愿军总部 彼时美国先进的轰炸机 携带数十枚炸弹 刹那间 只有50平方米的作战室 炮火连篇成了一片火海 如此猛烈的炮火 没有给毛岸英留下任何躲避的机会 毛岸英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 这件事也成为了毛主席心中永远的痛 毛岸英牺牲当天 彭老总还专门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 这短短几十字的电报 彭老总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 毛主席听到消息后 悲痛欲绝 却仍然替暗英感到骄傲 他在会议上表示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生命 暗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 就当成一件大事 随后还有很多人多次提议 把毛岸英的遗体接回国内 但是毛主席却是坚决反对 不搞特殊化 直言 毛岸英是我的孩子 那别人呢 谁家的孩子不是父母生的 后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 都形成了一种默契 那就是尽量不要再提起毛岸英 1953年4月 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 参加了全国复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结束之后 毛泽东紧紧握住黄继光母亲的双手 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你失去了一个儿子 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 他们牺牲的光荣 后来记者在毛岸英的日记中发现 他的日记中出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做毛泽东的儿子何格吗 刘思琪面对记者的提问 当面代表毛泽东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的回答是 何格 韩英永远是我的骄傲 1953年7月 中朝两军发动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战 京城战役 这次战役成功间谍五万余人 迫使敌军在朝鲜停战习义上签字 就此 康美援朝战争以中国的伟大胜利收场 事实证明 一个觉醒了的 敢于为祖国光荣 独立和安全奋起斗争的民族 是不可战胜的 谢谢大家 再见